石门区公所秋冬力推深度旅游 在刚刚落幕的风筝节旅游行程当中 有一条茶山步道之旅 不少日志时期留下来的茶园 可以让游客体验 除了能够看制茶的过程 还可以品尝自己制作的茶油超花柜 保证满载而归 秋高气爽微微凉的天气 到山区步道旅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石门区茶山步道附近 就有不少日志时期留下来的茶园 采茶制茶产茶都在这里 除了喝茶品名 茶山步道的茶浓 还规划了不一样的步道旅行 不但可以看看制茶厂中的制茶过程 还可以品尝茶油制作的超花柜 我们这边石门最主要的 就是碳培的铁观音还有红茶 铁观音我们用碳培的 因为这样子才会有我们这边自己的特色 然后碳培也就是可以修饰它的口味 所以我们都是先电培 可以先把一些青味 人家说炒菜味把它去掉之后 我们再用碳培 那碳培的话就是可以调整我要的口味 就跟我们喝咖啡一样 有分青培中培跟中培嘛 那我们茶叶也是 那我这边基本上都是以中培跟中培为主 放弃科技叶高兴 回乡接手外公茶厂的谢仪良 可以说是整个茶山山头最年轻的青年茶农 凭借着一股对家乡的抱负与热情 从制茶产茶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近来更是有茶产品的全新包装 清新文创的风格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此外云顶茶庄的谢妈妈做的操花柜 更是茶山步道旅游必尝的美食 主要是在推广我们这个茶山地区 让我们这个住在都市的乡亲 他们比较少接触到这个茶文化 还有茶花柜文化的 可以来这边体验 那有经验的在之前在乡下住的来这边 也可以再回味一下他们当初这个做茶 还有一些在整咖 大家一起在那边抱贵的这个情景 那今天的反应民众都非常高兴 因为来到这边风光明媚 那还有体验 有吃有喝有玩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行程 多多来石门各个景点来玩 来吃各种美食 前阵子刚刚落幕的跟着风筝去旅行活动 其中一条旅游路线就是茶山步道旅行 曲公所也希望顺应新的旅游形态 可以提供更多深入地方的旅游行程 借此也让游客认识石门除了肉重风筝特色之外的 多元人文风貌 在秋高气爽的秋冬来一趟不一样的石门深入之旅 记得要评判石门采访报道